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刷媒体 包括电子媒体的控制管理比较多 所以他们一般对政治发牢骚 他们就发到报纸上 发到别的谈话节目什么地方去 我们就通过 反过来就造就了微博的非常的兴旺发展 我是这样说 我说这个技术开花在美国 结果在中国 对 而且它是一个 咱们说你看我作为媒体的人 原来我那个前辈的教育 不要公器私用 这是社会大众传媒 是这个社会公器 你看但是今天我在这动不动我讲我自己的事 我觉得我经常的公器私用 可是你看微博本来是个私媒体 但是它在中国经常是 所以中国很道错 它在中国经常是私器公用 微博也不能说是私媒体 微博写上去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也是公媒体 微博上你不能去指民道性骂另外一个人 或者骂出口 那是会被举报 会被人家管制的 你在节目里讲自己的事情 也不是公器私用 因为当你在节目里就像一个作家在作品里 写自己的私人感情 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把它客观化了 公开化了 哪怕是写自己的恋爱日记 人家也把你当一个人物来看了 所以咱俩不用开 这儿就是咱俩的微博 对 基本上微博大博 但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一直觉得 微博我有点抗拒的是什么 因为微博跟比如说在美国流行的 推特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推特这个东西 推特它原来是个很平等的一个沟通环境 所有人在上面都是平等交流的 但微博这个东西呢 在新浪来讲或者腾讯来讲 它有一点跟他们完全不同 就是它特别注重名人认证 名人效应 他特别注重比如说今天要邀请你来开微博 推特一辈子都不会想到去邀请奥巴马开推特 是你自己要去开的 他不会主动邀请你 那为什么我们这里会主动邀请你呢 是为了增加他的流量 他的商业价值等等等等 那所以中国的微博会有什么 很多V啊 要加V啊 这些东西 然后中国的微博也更注重你有多多少人跟随你 你有多少粉丝 你有多出名 然后乃至于出现很商业化的东西 比如说你给多少钱 然后买多少个关注 多少个粉丝 那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很不适应 因为像我们这种 我们都已经是公众人物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去霸占那么多的话语频道 对不对 那应该是个草根的东西 草根吗 我跟现在都是拿明星在打仗的 对啊 而且他们有网站的人跟我讲 我不了解他们这行事啊 他们说现在办的成本越来越高 为什么 因为最初可能是个明星 哎 弄上来他们也很高兴 但是慢慢他就发现呢 那一家出钱了 出钱了 明星 你到我这开微博 然后呢 这个事情就变成竞争了 这个 如果我不给这个明星钱在我这开啊 这明星就会被他拉去 被他拉去 我的这个这个点击率啊 你像 而且甚至许老师就碰见了 有人跟你这个兜搭 这不断的有 会有人来告诉你 意思就是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是能花钱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多出很多粉丝 那么也有人来告诉你 你这个微博呢 已经有市场价值的了 我们会来教你怎么利用等等 这个 我觉得这些没关系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中国的任何东西 世界上任何东西 难免会被异化 还有很多都是金钱的 尤其是对于明星来说 他这个是他维持知名度 提高知名度的一个很好的手腕 所以其实也不是明星在做 是他下面助手在做 而且呢 要维持很高的粉丝率 我们经常会发现 我们我别的不讲 我们的同行当中 你会发现 我们同行当中比较傻的 大家都认为比较笨的 比较没料的粉丝很多 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废话 因为因为对吧 还有些人很有料的 文章写的很好的 很冷清 他的博客就是一些 很少的知音 这种情况就像 就像我们的社会是一样的 这就像大街 就像空气是一样 但是我想说的说 他对于草根对平民来说 还是多了个好处 最简单 弗欧伊德的说过 就人都有创作的欲望 本来一个人要写作的话 他得通过编辑 通过报纸 他要发表很难 现在谁 有一点 我觉得心情想 我们的社会 你开会的政府的报告 上面的报告 那么贫乏 虽然他们一直说 要提高创造力 可是那个文字 是绝没创造力 可是你要创造力去看看 你别看 你只要看 微博跟博客上 那些人给自己起的名字 那么多网友 给自己起的名字 我做中文系老师 我就发现创造力啊 比如说 很多很多 无数 我都讲不出来 死过一次了 等等 很多人都好像一条狗啊 这生活是怎么样啊 这个轻重 这些人都是老百姓 可是他们每个人帮自己 起个化名的时候 说实在话 比我们很多教材还做得好 这个啊 你要去关心普通人的下面 当然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啊 我一直觉得那些出版社 应该每年出一本 请有心人编草根微博 就是编一般的人写的东西 当然我们要出去 去掉那些语言暴力的 骂人的 共筹私报的 特别要私筹公报的 等等那些 但是是有很多 我从文字的更新来说 的确是我们现代汉语的更新的力量 我可以这样来说 有很多更新的力量 所以文学教授也研究起来了 对 而且很认可 没错 而且呢都做笔记呢 对吧 这个最近这个小小月月的这个事情 那天你们还说起来 说是这个有一个那个司机吗 自己也就是那个真正亚人的司机自首了 不还曾经出现过一个冒称 自己是照着司机的人 还打电话 我觉得是不是找刺激的 还是什么的 但是甚至还有一个冒名开微博的 冒这个小月月他妈开微博 说啊小月月手脚都能动了 你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是好心还是什么心 反而我觉得不太正的心 就是啊 说报告大家怎么他的病情啊 实际都不是真的 对吗 然后呢 后来人就问他妈妈 他妈说我没有开啊 然后呢 他妈妈说就就有人给他打这个电话 说啊 我把这个微博的这个资料啊 这个密码都给你 你接着开 你接着写 那妈妈拒绝了 当然这两天 他妈妈后悔都来不及了 因为很多人也指出 这个整个事件 父母也有责任 你这个两岁的小孩走在街中间 对不对 他们自己肯定是 已经是 这个哪还管得上开微博 我注意到另外一个动向是 广州现在开始全省的大讨论 嗯 就是要不要为建议勇为跟见死不就立法 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呃 一种意见呢 就是说 这种事情是道德范围 不要去法律越干涉越好 越少越好 但另外也有个意见提出来 他们引了西方的一些例子 比方德国跟意大利原来还真有这样的法 就是说 你如果见到一个人生命垂危 而你去救他呢 不会影响你的安全 不会影响你的私人利益 而旁边又没有人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时候不适宜援手 你是犯罪的 他罚得很轻 嗯 几年和罚款 嗯 我我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背后的一个思考是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古人说 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素人 嗯 现在这个见死不救 显然是理的范围 但是要不要 就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就是理下素人 就是人人学雷锋 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够见以勇为 啊 然后见死就救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还是理不下素人 而用行来代替 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人看到一个人生命垂危 你就有责任至少报警 你躲开走过 你是美国某的州也有这样的法 嗯 就是说你是叫什么疏忽治安法 嗯 就是说你你不要 你见到一个人 不要不要 在一个情况下 他不一定说见死不救 知情不报 哎 知情不报 你看过 但这种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 他会发生在哪些国家 毕竟你刚讲德国意大利 他要不天主教 要不新教国家 嗯 他有某种的很强的社会共同文化 嗯 共同价值观 所以才有可能通过一个人民大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议会 嗯 用立法的方法把这个意志表达出来嘛 对不对 嗯 要注意这个立法是这么来的嘛 但是中国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同价值观呢 今天中国的共同价值观是分裂的嘛 分裂在什么意思 我我我对所有公权力去搞道德在中国的可行性非常怀疑的理由就在于 因为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你见过多少家长的家对不对 学校里面老师跟孩子们说啊 见死要扶杀什么什么 讲这一大堆 然后讲很多事情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家长也好 孩子们彼此间的哎 老师那都说说的考试就考一考就算 你看这老师不是还收谁的签啊 给他怎么样怎么样啊 他每年过年还不是还是谁给他给他送礼 他不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今天我们的状况是我们说出来的全部都是用来说的 我们真正做的完全都是另一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也有一个疑惑啊 就是说当然这个陈贤妹老太太 在生动的说明是吧 这个劳动人民最高尚对吧 就是没有什么文化 没读过书的 但是可能有这么高尚的情报 理师求诸也 对 这个对 但是就说我也有一个感觉 就是那见义勇为啊 恐怕是一种教养 对 他是一个民族的一种长期以来 足足备备 这么样的为人处事 对吧 这么样的成为人的一种本能 老实讲人性可能都挺阴暗 都是趋利避害的 但是也许是我们受到的很多种教养 从小使得我们呢 能够跟这个相抗衡 能够让我们做出这个这个选择 对吧 我觉得见义勇为跟见死不就是两回事 这个事情不能放在一起讲 比方他刚才讲了 我你看他们人家的法是这样定的 你去救人哈 是在你自己没有安全威胁 跟自己而且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你去救人 如果有安全威胁你是可以不去救的 建义勇为要求的是不顾你自己的安危 你去救人家 这叫建义勇为 就是街上有人抢东西了 你去跟抓匪徒 我觉得这个两者是要分开来 建义勇为是要表扬的 是纯属道德范围 这是英雄行为 可是见死不救呢 这是一个常人的底线 我尤其想象的是这么一种局面 比方说你在楼梯上走下来 或者你在电梯里 看到了有人 为什么原因被人刺伤了 或者躺在那里流血了 什么什么 那这个时候 你至少应该报警 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 你也说我出于害怕 我躲开 我也不报警 我就绕过走掉 我觉得不仅心里不安 而且对于社会秩序 你没有尽到你一个功能 你们香港 你们香港 香港要是见死不救 比如说看见凶杀案 这人杀死在那 他也不管 也不报警 要犯罪嘛 香港也没问题 这不叫犯罪 其实大部分国家 都没有利用这样的份 我想说陈贤妹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联系 我们一开始讲 微博那个状况 微博在中国 变成一种出名的工具 变成一个名人 让自己维持名气 或者增加名气的一个工具 他正好符合了 中国人这几年来 从富翁姐姐一直以来 常见的一个状况 就是想出名 这几年我们流行几个字眼 炒作 对不对 注意到没有 这次陈贤妹这个事出来之后 有人就说 他是不是想炒作 我们想象一下 你如果看到一个人 这么建议 你说他是想炒作 这表示你心里面 有这么一种想法 就说我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去救人 我是可以出名的 我甚至可能是因为 我想出名 想拿钱 想出名 所以我才去救人 所以你因为有这样的 心理的暗示给自己 你才会说 他是要炒作 中国人到底是要 多想出名 有多想出名 才那个心态 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老太太 做了这样的事的时候 还要说你是想炒作 后来还没完 就一开始 只是他的街坊说 他是想拿钱 就后来他不要钱 后来说他是想出名 因为媒体采访他 结果发现他怕记者 躲到一边去 归隐亲眼了 归隐亲眼 然后大家就更加称赞他 这时候呢 按照同样的这种 阴暗逻辑 再推理下去 我们甚至可以预见到 甚至有一位说 他这是终极炒作了 就是 他下次要做政协委员了 达到这个最清高中的地步 这个炒作太高端了 邓建国想 这个事情要轮在我头上 我可得好好策划一下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中国那种想出名的 想这个欲望 强烈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但是我还是想讲回来 这是大家这么激烈的 这个反应 很大原因是因为那个摄像机 所有这些整个事情 司机 小孩 18个路人等等 要是他们知道有这个摄像机 他们的行为都有所不同 尤其这18个路人 我看了整个这东西 你知道我比较害怕的是个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害怕 我又觉得自己羞耻 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生啊 我们每做一件事情 都有个摄像机在上面 嗯 不是说人在做天在 天有眼啊 嗯 我们只是当它不存在 只要你想到都有这么一个东西在 反正我看这个画面 我是害怕 不过中国人已经不管这套很久了 你知道不管他 老天爷 什么 你知道这个啊 就是我就会 我还问了一个司机啊 我就说 如果你前轮呢 压着一个小孩 这么小 你也看不见 比车头还矮得多啊 你知不知道他是小孩 他的回答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他说啊 他说这个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呢 会有侥幸心理 嗯 就会希望不是 然后呢 就开过去了 这个我开车的人 我知道 没有这个道理的 不管你压到了什么 不管你压到什么 你得下来看的 这个除非他这个驾照 是花钱买来的 全世界任何 你考驾照的时候 所有的条规律 都说清楚一点 你发生事情 你不能逃逸 你发生事情是错 逃逸是罪 任何事 你哪怕撞到了 人家一包行李 嗯 你也要下来 你撞到了人 滑到人家的车 更何况 很有可能是一只狗 在这种情况下 非常有可能 就算不是人 你必须下来 你一个事情发生了 你开掉 这就是罪 哎可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应该成为一个经典教堂 可是子东 你知道 曾经有一个司机跟我说呀 他在高速公路上走啊 有一块 有一个一个行李啊 他压到啊 压到他停下来啊 全村人上来啊 打他啊 抢了他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 即便是这样 你也应该下来 不 可是子东 你要了解到你了解到啊 就是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 中国是一个 今天中国人是怕麻烦的人 嗯 很多人是开车撞到个什么东西 踩到什么东西 他本能想就是别千万别惹什么麻烦 他想到的是要逃离麻烦现场 嗯 他会觉得如果他停车下来 那就会很麻烦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当 这个国家 我们刚刚讲什么建议勇为啊什么 我觉得这都是瞎说 我们有那么多人建议勇为之后的结果是受罚啊 那个西湖不是有个 有一个游客 掉到湖里头 玉溺 然后边上站着很多中国人在那瞧 这时候是一个美国游客 一个女的 走过看到 结果跳下水里面 把那个人 中国人救出来 嗯 然后救了之后 他也没多说话 没怎么办就走了嘛 反正救了没事干就走了嘛 那这件事后来很多讨论 就是说你看 一帮中国人在西湖 看着一个同胞玉溺 嗯 结果最后是个美国人救了他 然后就讨论说你看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有报纸呢 又有写文章 就说呢 我们不要过分夸大这美国人的情操什么 这我们要小心这边是不是 再讨论下去是不是 呃好像说是瞧不起我们 长他人自己去灭自己威风 那按照这个我们过去的思路 比如说像洛家辉做经济舱 现在叫反华经济舱 然后这个拜登吃那个炸酱面是反华炸酱面 那这个美国游客救了也是反华 那这里面反华反的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中华的特色就是我们 高官不应该去吃街边炸酱面 也不应该坐经济舱 一般中国老百姓更不应该随便救人 这叫华 你干了这些相反的事你就是反华了 所以所以我想说的是今天中国讲建议勇为什么 你说说说说说说怎么说都没有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口众多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特别了解中国 我不敢这么说啊 我总觉得在中国啊 像能我们这么说话的人呢 你们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你这样吗 是一种人 是是一种好像平常读书的 我我我我 我不同意 我对于吻奏我不同意 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说的是哪一种人呢 就是我们那天在讲的 这个新快报 就是问周围几个街坊 说他们没有问孩子的现状 他们问捡破烂的陈阿姨 讲多少钱 说两万多 他们就嘘声一片 说发达了 我看到这个 我觉得好真实 我跟你感觉完全一样 我觉得就是说 这就是我知道这个街巷里 我不同意 整个事情 民众这么大的反应 在微博上 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到这么心寒 这是每个人被迫发出 还不单是最后的吼声 最初的吼声 我觉得民众对这个事情 有这么大的反应 这说明 这是一个有羞耻感的民族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有 这个东西就是媒体的妙用了 当一个事情被表达出来的时候 它会引起全民族的人神共分 在电视上 我们看到了 有解说 有评论 哎呀 蒙昧的群众们终于醒了 哎呦 咱们太羞耻了 我告诉你啊 但是在当街发生这样的事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Alien 走 他们会直接播出 我们 PTSD 都 有 调